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 今年初 突尼斯政局发生重大变化 中方尊重突尼斯人民的意愿和选择 相信突尼斯政府和人民 有能力 有智慧 有办法 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 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 凯菲表示 突尼斯政府和人民 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希望进一步推动双方友好合作 继续向前发展 感谢观看